这三种方式都会发展得很好 David 你的客户在乎 你有一个能够在一两天内送货的良好生育吗 你觉得客户在24小时内拿不到协文库 而不耐烦的是我们的责任吗 真的有人需要在一小时内送货吗 我们现在就能实现隔天送货 一般来说我们在两天内送货 我们现在用美国联合包装递送公司的两天到达运货服务 我们确定认为这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我们当然在研究如何更快的运货 如何在一天什么时间内送货 这可能需要其他公司的协助和不同的战略 但是我认为做裤子和衬衫是和做鸡肉不同的 很明显要是你在卖鸡肉和汉堡包 就需要有很快的速度 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来提一个家庭和个人的问题 你在职业生涯中最敢自豪的是什么 你可能有自豪的时刻 可我没有 我希望并且是我自豪的是 亚马逊公司可能创造一个新的标准 建立起客户服务的规则 整个新兴行业都在看着我们并说 天哪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是怎么建立起客户服务的规则的 大卫 我想我最自豪的是商品目录零售上 蓝生公司和蓝生人 他们的领导公司度过了转型期 我认为这与当初从邮寄服务转变成 免费电话800服务一样重要 公司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上 有每天辛勤工作的优秀员工 二位客户服务 我也非常自豪是这个团队的一员 以及是这个公司未来的一部分 谢谢你们俩 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 所以我想对你们今天能够光临 沃顿商学院表示感谢 很明显这些首席执行官 在商界的最前沿开辟着道路 但是我想还不够明显的是 我们都处在这条征途上 我们在网上做的事情 购买的产品发送和接受的信息 以及我们感到舒适的程度 都在决定的这场革命 我尤其要感谢商品目录零售商 男生公司的大卫戴尔 和亚马逊公司的杰弗贝佐斯 他们是产生重大影响的 舞台上的演员 他们今天非常友好的 来到了我们台上 我们希望将对世界市场的 思路有所启发 因为这就是首席执行官 CEO访谈节目要做的事情 我是杰弗和林菲尔的 谢谢你们参与 再见 来自首席执行官 1-800-PLAY-PB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自首席执行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自首席执行官